这个就是被译为中华第一木楼的山西万荣飞云楼 它虽然没有四大名楼之名 也没有千古绝句作备书 但是它比任何一座时间都久 结构都复杂 关键的是它没安电梯呀 飞云楼时间一堂朝 距今已经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了 历史上多次重修重建 我们眼前看到的飞云楼是明朝时期重修的 没有用一根铁钉 全部都是木头组成 随母结构高度达到了惊人的23.19米 与硬线木塔并称为南楼北塔 非常的有名 被称之为中华第一楼 您看这个楼一共多少层 外表看上去三层 实际上一共五层 还有两层是暗阁 当地有一个俗语 万荣有座飞云楼 半截插在云里头 它的壮阔不用多讲 那么您知道 它是如何保证几百年不倒不斜的吗 像这么粗的柱子 在飞云楼一共有四根 明月通天柱是直达飞云楼上部的 再加上其他32根像这样的小柱子 就连成了一个正方形棋盘式的底座 在底座之上又搭上梁壳 再结合斗拱层层收缩 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分裕楼了 您看这些柱子底部 为啥都有一个洞呢 这个也有 那边也有 这不是破坏文物吗 这可是全国重点文物单位 实际上不然 因为古时候这些木头是很容易腐烂的 特别是这个位置 像这些不能够更换的 古人则是提前给它凿了一个洞 防止下面腐烂 通风干燥 你说有时候不完美 那就是更完美 关注老铁 下一期带大家看一下万人坑